我如果进去,十年会打死,我会把刀的运用 旭哥是警局里第一个穿女装的警员 社团大佬记得第一次看到旭哥时,是在泡三温暖 那时旭哥浑身都是带伤疤的肌肉 好像刚从战场上回来的气质,给大佬留下深刻印象 后来才知道,大家都叫旭哥无敌金刚 当时的大佬还不知道旭哥厉害 不但口出狂言,还敢盯着旭哥的下半身看 结果被旭哥揍了个半死 大佬当着一群小弟们还在吹牛 说自己要是总统的话,就给旭哥这种牛人颁个奖 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大难临头 无敌金刚旭哥已经双眼迷离走进夜店 女孩提醒旭哥,对方人很多 六发子弹可能不够 可旭哥无敌金刚的实力不是说说而已 前一秒还在人影晃动的大厅 下一秒,旭哥已经进入包厢 老头和手下的狗腿子全在对面坐着 旭哥掏出枪,但没口扳机 老头坚信旭哥绝不会坏了规矩用枪 而且还威胁旭哥 就算打光六颗子弹也没用 自己的小弟们会像疯狗一样扑上去咬死他 看到这些人这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旭哥很想笑 将手枪扔进冰水 一个箭步冲上去就开打 他确实不用枪 桌上吃剩的螃蟹腿就足以伤人 旭哥这种顶尖杀手飞花摘叶 皆可成为武器 耳边不断出现女人尖叫 心下烦躁的旭哥 从冰水里捞出枪疯狂扣扳机 现在终于剩大佬一个人了 想被抓进监狱关十年 还是想现在就上西天 全在一面之间 可惜老头还是想耍手段 结果被旭哥铁拳抱锤一顿收拾 等再从夜店出来时 天已经蒙蒙亮了 每当四下无人时 旭哥总会想起 年少时光里 那个给他温暖的男同学 彼此的两个少年心有灵犀一点通 在午后的阳光下紧握双手 那种魂牵梦营的感觉 始终让旭哥无法释怀 在度醒来后 旭哥决定打辞职报告 旭哥查案过程中经常使用暴力 警局没少被各方面施压 可每次上司都会维护旭哥 毕竟被打的那些也不是什么善男性女 真要闹大了 那些保护伞脸上也不好看 旭哥已经写好辞职报告 但上司还是忍不住骂他一顿 团队不团队的也即将和旭哥没关系了 他又到那家私人小诊所接受治疗 医生在旭哥健硕的手臂上注射着什么神秘药剂 顺便还摸了摸他浮夸的凶打击 打针是让旭哥体内保持一定量的磁性激素 而且医生交代 要减少抽烟喝酒打架骂人的次数 最好男人做的那些事都别做 才能增强药效 而且现在去泰国做手术已经不流行了 想去掉侯杰最好再去美国一趟 可出国计划始终没能如愿 因为之前旭哥没下最狠的手 大佬只是被打个半死 躺在医院还有意识 他弟弟小佬忍不了大哥被收拾成这样 准备点击人马去找旭哥报仇 而且自从老大挨打后 警方把他们社团的账本 这些关键证据全部拿走 小佬压根没想到 他送给大佬的保险箱没派上用场 保险箱里只放着一张写有保险箱密码的纸条 所有关键文件就在抽屉里放着 所以才会那么容易就被警方找到 说起旭哥这个人 小佬还挺佩服的 仍然记得那天下大雨的时候 见识过旭哥的身手 那是一个在外边走半分钟 就会全身临透的雨天 旭哥一人撑伞 单挑他们社团一群人 凌厉的身手 让所有人连影子都没看清就被放翻 整场战斗打下来 根本没有借助其他武器 就是一双铁拳从头打到尾 最厉害的是打完收工后 旭哥竟然连衣角都没沾湿 想到这里 小老心里隐隐有了收编旭哥的想法 此时旭哥所在的警局 要忙另一件案子 最近街区里出现一个变态 两个月内做了四起案 都是先从巷口跟踪女性到停车场 然后故意制造轻微车祸 趁人不备拿出凶器对女性下手 而且她的目标 全是穿有紧身衣物的年轻女性 但是因为嫌疑人戴着头盔 监控根本拍不到她的脸 所以现在要想个办法引蛇出洞 唯一的女性玫瑰被迫当幼儿 旭哥交代玫瑰 万一真发生危机情况 记得第一时间逃跑 兄弟们会在后面扑上去动手 绝对不要和嫌疑人硬钢 交代完这一切 旭哥先去教堂办了个私事 在这里见到曾经在海军陆战队的老班长 老班长曾经也是男人 和旭哥一样 他也总认为自己是个女人 可生下来就是男儿生 想要擅自改变谈何容易 老班长总觉得 像自己一样的人都活在地狱路口 随时都有被黑暗吞噬的可能 旭哥难得遇到能理解自己的人 曾经他也很讨厌自己的那些女性化爱好 甚至一度想会呕吐 正因为讨厌自己的想法 反而要让自己更男性化 要比任何人更野蛮更粗暴 所以才会选择加入海军陆战队 在办案时疯狂使用暴力 老班长带着旭哥来到一家夜店 这里昏暗的灯光下 摇曳着无数诱人身躯 但很难分清是男是女 老班长交代旭哥 不是说做了手术就能变成女人 而是要先变成女人再去做手术 这个道理要是弄不明白 旭哥就会一直痛苦下去 周围看似有很多美女 其实里面有不少都是男人 没做手术的那种 旭哥旁边坐着的这位 男性特征就非常明显了 听说还是有钱人家的公子 尽管这位胖公子一再声明自己是女性 可他的男性特征实在是太明显了点 为了让旭哥相信自己是女性 胖公子试图让旭哥亲密接触 旭哥真是第一次见这么主动的人 而老班长为了帮旭哥从内到外改造 叫来一位熟悉的朋友帮旭哥化妆打扮 同是天涯沦落人 这位朋友一看旭哥就知道底子不错 鼻子不错 皮肤光滑 眉形也很合适 告诉旭哥要学会适应 更要学会化妆后 接受那些异样的眼光 旭哥虽然当场拒绝化妆 但回到家后 还是一个人偷偷换上女性装扮 化了浓妆 大着胆子出去坐电梯 可心理建设效果终归有限 遇到陌生人依然不敢面对那些异样的目光 哪怕别人并没注意到他 还是时刻都有种无地自容的感觉 最尴尬的是 小兄弟打来电话 说大家已经成功抓到那个变态 让旭哥赶紧去警局一趟 而且在抓捕过程中 玫瑰还受伤了 玫瑰在会议室等着 坚持不肯去医院 非要等旭哥来再说 还好受伤不太严重 只是嘴唇上有轻微创伤 应该不会有太大影响 可玫瑰惊讶地发现 旭哥脸上竟然有亮粉 旭哥赶紧擦掉刚才化妆的痕迹 慌里慌张去审那个变态嫌犯 这小子还挺嚣张 说律师来之前自己都不会开口 可他根本不知道旭哥是什么人 有些人就是吃了亏 才肯开口老实交代 这个嫌犯说 自己就喜欢刚从健身房出来的女人 那种全身流汗的场面 会让他心脏疯狂跳动 既然嫌犯是这种情况 旭哥也不想客气 告诉他 最好老实交代犯罪过程 不然接下来 可能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 如果警方在逮捕他时 因为激烈反抗而导致跌倒碰撞 从而发生肩膀 颈部 膝盖等各处骨折的现象 那也都是正常现象 你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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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 扔掉 嫌犯是变态 可他不是傻子 旭哥恶名在外 一般人没见过的时候 都不会老实 亲身感受过旭哥的恐怖后 嫌犯答应 会一五一十交代所有犯罪事实 可就在回家的路上 旭哥又陷入回忆 那是自己的学生时代 旭哥很喜欢搬离另一个男生 这样奇怪的感情 让同学们无法接受 都会以此对他们二人进行人生攻击 可旭哥无法改变自己的内心想法 还是会穿上裙子给自己化妆 每次想到这件事 旭哥心中都分不清回忆和现实 甚至在开车的时候 意识无法回归 当场撞到路边人行道发生车祸 差点当场就挂了 在醒来时 看见小兄弟在医院陪护 可小兄弟发现 旭哥胳膊上全是真恐 还以为他是吸毒人员 回家的路上忧心忡忡 小兄弟担心的不是酒驾 而是毒驾 开始旭哥还不明白什么意思 直到小兄弟说出真恐的事 他才发现 原来这位小兄弟是如此护着自己 与此同时 旭哥家里也遭到搜查 是小老带着社团人士干的好事 他们以为社团丢失的那些重要证据 会藏在旭哥家 可翻来翻去 除了看到有女性内衣之外 没发现任何想要的证物 于是几人就像住家保姆一样 又耐着性子 把东西一件件回归原位 早知如此 何必脱裤子放屁 刚才弄那么乱 事情本该就此结束 可小老非要让小弟们先回去 自己想留下来见见这位传说中的无敌金刚 甚至还拿着雨伞 模仿当年旭哥在雨里暴揍他们社团的动作 旭哥走到楼下 看见就自己家亮着灯 估计要出事 上楼一看 果然是一张欠揍的脸 尽管比旭哥矮了一大截 小老还是气势不减 毕竟对方即将不是警察了 像旭哥这样喜欢使用暴力的警员 一旦离开警察系统 估计会有不少黑道人物 想要他的小命 小老建议旭哥 不如就跟着自己混 如果答应的话 薪资方面保证不是问题 甚至可以帮他解决黑道追杀的大麻烦 就像检察官和律师一样 这对冤家在法庭上敌对 但有很多检察官 一旦辞职 就去当律师赚大钱 道理是一样的 人没变 立场不同罢了 小老希望旭哥看开点 赚钱嘛 不寒碜 要是能在抬抬手帮个忙 就更好了 之前被警察没收的那堆重要物证当中 有几张是俄罗斯大油田公司发行的债券 明年一开春 韩国就要收购那家油田公司 要是旭哥肯帮忙把那些债券偷回来 明年社团就能发大财 到时候旭哥不只是自己的恩人 更是全社团的大恩人 而且大佬估计是要被重判 一旦大佬进去 一切东西都是小佬的 自然少不了旭哥的好处 可旭哥只是厌恶地扫了一眼 另一边 小兄弟到酒吧找到玫瑰 尽管已经喝得不省人事 但真不是为了喝酒 他想知道 玫瑰和旭哥是怎么认识的 现在是不是正在交往 虽说旭哥在感情方面 一直神神秘秘 总是不肯透露 但怎么看都像是玫瑰男朋友 结果玫瑰竟然说 他连旭哥叫什么都不知道 其实女孩叫珊妮 根本不叫玫瑰 旭哥叫她玫瑰 只是因为她背后有玫瑰纹身 玫瑰和旭哥也确实不是恋人 之所以认识 完全是因为那段往事 玫瑰是旭哥学生时代 喜欢的那个男生的亲妹妹 从始至终 旭哥都是把玫瑰当妹妹看的 尽管连人家的名字都不知道 但那已经不重要了 此时的旭哥已经在和老班长商量 做变性手术的事 全套下来大概要两千多万 可老班长也担心 旭哥做完手术以后 靠什么谋生 毕竟不是真正的女人 家人和社会都不会伸手帮忙 旭哥回家看着自己的存款 历史也拿不定主意 但现在还要办完最后一件事 那位社团大佬的案子 已经有检察官介入 估计不会轻判 之所以知道这么多 是因为大佬是个猪脑子 办当事不肯让心腹小弟去 在外面找了个小混混 给了笔钱 让那家伙卖命 结果小混混为了自保 从一开始就录下 所有和大佬的对话 现在证据已经被检方掌控 检察官建议 罪名由大佬和小佬各担一半 这样的话不至于被判死刑 而且一旦大佬小佬两兄弟 顺利被关进监狱 自己这个检察官就会上新闻成为焦点 说不定就能得到上司赏识 升职加薪 但不管怎么做 这件案子都已经和旭哥没关系了 他的辞职报告已经被上级通过 兄弟们不等聚餐结束就喝醉了 谁也不舍得这么好的一个前辈老大哥离开 可旭哥毕竟有自己的想法 他要去当个女人 吃完饭回家时 看到玫瑰坐在家门口 旭哥告诉他 自己以后就会离开这个地方 也不会再当警察 两人的缘分也就到此为止吧 话是这么说 可看到玫瑰 还是忍不住想起那个人 似乎是把玫瑰当成了当年那个男生 旭哥竟然抱着玫瑰吻了上去 也许是在弥补那些年的遗憾 也许是一时冲突 尽管玫瑰没有拒绝 可这终归是造孽啊 当年他哥哥吻了旭哥后 就选择自助消互 那段不成熟的感情也就无疾而终 虽然现在吻了玫瑰 但那也只是对过去的一种弥补 不能代表什么 送玫瑰回家后 旭哥单独去社团见小老 告诉他 自己已经找到那家油田公司的债券 不过旭哥告诉小老 现在还不能把债券给他 要等到证物在移送检查阶段 才能偷偷拿出来 做这些事 不但旭哥自己难受 就连小老都纳闷 这位钱铁血警探 怎么会同意帮黑道偷证物 他哪里知道 旭哥为了尽快完成手术 这时大老紧急将小老召唤到医院 希望小老能和自己一起扛下罪名 小老当时就炸毛了 毕竟要是大老真被判死刑 那整个社团就是小老的了 此时此刻 就算兄弟感情再深也不行 况且小老突然感觉 仰人好像也不是那么轻 现在的情况 是大老已经和检察官做好交易 所有能报出去的秘密 全都被检察官知道了 小老想做点什么已经晚了 所以属下小助理建议 反正现在还没有拘捕令 也没限制出境 不如小老先去国外避避风头 等大老彻底无法翻身 再回来继承家产 岂不美哉 可小老已经决定鱼死网破 待人在地下停车场 将检察官团团包围 看到周围所有监控都被破坏 检察官明白 惊天生还的希望不大了 这不是检察官的主场 也没有主角光环附体 再能打也不可能一个打十个 不出三分钟就被捅得满身是窟窿 像个血葫芦一样滚在地上 人一旦被打成这样 什么嚣张姿态都摆不出来了 看着想把自己送去敦苦瑶的检察官这副尊容 小老只觉得浑身通态 检察官的事 让还在医院养兵的大老遭受无望之灾 上级下令把这老小子送去拘留所住 疯狂的小老杀了检察官还没罢手 他怀疑是旭哥出卖自己 还想找到旭哥一并干掉 而最了解旭哥动态的 除了警局的人 就是为他打针的整容医生 医生被治疗得满嘴是血 可他真不知道旭哥去哪了 在黑白两道都在找旭哥 不但小老在找 警局的小兄弟也在找 可谁都没想到旭哥此刻已经化好妆 这一幕刚好被匆匆赶来的小兄弟看见 他这才知道 自己一向崇拜的大哥 竟然明天一早 就要去做变性手术变成大姐 这么残酷的事实谁能接受 其实旭哥猜也猜得出 是小老杀了检察官 尽管没证据 但他办案一向不拘泥于流程 建议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把小老抓起来再说其他 旭哥拿出自己手上的证据 他之前和小老的对话 全都有录音备份 而且再加上银行账户上 有小老汇的钱 应该足够申请拘捕令 现在唯一庆幸的是 他没碰那笔脏钱 小兄弟还能说什么 昔日大哥为了隐藏内心女性倾向 已经痛苦太久 可他又不希望大哥真的变成大姐 只能一个人到酒吧买醉 喝到双眼迷离时 才又给旭哥打去电话安慰 从无敌金刚变成女超人 应该也能过得不错 谁也不知道 小兄弟是真心祝福 还是仅仅为了安慰 旭哥也没想到 就在小兄弟醉醺醺醺走出酒吧后 小老那群疯狂的手下 竟然敢对警察下手 庞陀大雨 黑衣杀手 小兄弟身上被连捅十几刀 整个人瘫倒在地 带着对这个世界的不理解 停止了呼吸 旭哥对此事还一无所知 拿好护照机票准备通关 摘下眼镜那一刻 还是把对方吓了一跳 飞机即将起飞 旭哥对即将到来的手术充满期待 可机场电视里突然播送紧急新闻 当听到小兄弟被捅十几刀 已经死亡时 旭哥颤抖着 拨通小老的电话 小老竟然还绑架了玫瑰 用来威胁旭哥现身 他自认为这样 可以让旭哥自负双手认输 可一代铁血金刚 怎么可能那么容易被打败 玫瑰是要救的 小老这帮人更是该杀的 旭哥已经在返程途中 卸下所有装扮 当年那个男生出世后 旭哥就对还是小孩子的玫瑰说过 无论如何都会保护他 现在是时候履行承诺了 要知道旭哥体内到处都是钢钉 这群人还在耻笑 却不知自己已经死到临头 旭哥突然出手 两刀结束战斗 听到小弟被干掉 里面立刻又冲过来一群龙套 旭哥将扔下刀跟着走进去 但就算徒手也足以让这帮人吃不消 况且那天杀小兄弟的人全在这里 甚至还敢当着旭哥的面 嘲笑小兄弟不堪一击 整个过程血腥又残暴 旭哥一开始就没打算留活口 小老终于意识到事情不对 派出手下最强战力黄毛 可这家伙同样出言不逊 黄毛还以为自己喷的垃圾话 能有多大威力 甚至连武器都不拿 就敢玩近身搏斗 结果反手就被旭哥捅了一刀 接着一脚踹出去 双手死死锁住他的脖子 就这么被活生生捏死了 等旭哥走到小老面前时 已经浑身沾满鲜血 之前那些拦在面前的小弟全被干掉 其他废话都不用多说 旭哥只想知道 玫瑰到底被关在哪 只要小老肯说 自己放下武器跪地恳求都没问题 小老自认为有王牌在手 旭哥必会扶手称臣 还想摆摆架子 结果旭哥已经耐心耗尽 冲上去瞬间捅死小老 接着又和这些龙套们轮番大战 可旭哥不是铁打的 终于体力不支倒在地上 眼看旭哥和小老全都没了呼吸 一直折服在小老身边的小助理 瞬间掌控局面 告诉手下可以放走玫瑰了 其实小助理一直都是大老的人 跟在小老身边 只是为了获取第一手信息 可怜的小老还以为自己能独霸社团 到头来只是为他人做嫁衣 幸运的是 旭哥那天只是重伤昏迷 经过治疗已经无恙 而且现在旭哥已经彻底放弃 成为一个女人的想法 还留了满脸的大胡子 玫瑰即将嫁人 旭哥作为娘家人是一定要到场的 在世人面前 旭哥已经是一个纯爷们 可没人注意的时候 还是会忍不住偷偷撬起兰花纸 高跟鞋整部电影看下来 主角已经尽力表达出那种别扭形象 一个厌恶内心女性倾向 所以强化猛男形象的警员 被老班长教育后 选择做变性手术 但最后关头 为了救人又重回男儿本色 可内心始终难以压抑那种本能反应 演技在线 但是剧本线索太多 想表现动作 又想讨论性别和感情 顺便还要讲警匪大战 甚至又引入检察官 到最后实在无法收场 一通乱战草草结束 只能靠主角用细微动作和眼神 留下开放式结局 未免有些浪费演技